一、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习惯与信赖,二、人类最大的武器应该是笑把,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,不管陷入多悲惨的状况,如果能够一笑,就会有重新充电的感觉。 三、名称越好听的越值得怀疑,例如慈善、故乡、青少年、白领阶级等等。 四、就像被洪水圈走时,为了活下去必须手机行李的衣物一样,虽然失去了很多东西,至少没有完全失去人生。 五、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,不管陷入多悲惨的状况,如果能够一笑,就会有重新充电的感觉。 六、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思考分析,总容易草木皆兵。 七、如果说真的有某个值得回去的故乡,我能够想到的只有那时候的我们。 八、先横上天堂再打入地狱,人们就是靠着取乐。 九、回忆会在相似的情景下苏醒,既然自己能想起,对方同意也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